小王子 聖秀百里 第十六章 于是小王子就来到第七个星球 也就是地球 地球和其他行星不同 地球上面有111位国王 和7000位地理学家 90位生意人 750万个聚首佬 31100万位爱慕虚荣的人 也就是地球上面住了大概20亿个大人 在人类未发明电力之前 需要462511个点灯人 去到点亮六大洲的路灯 这样说你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地球有多大 如果从远处望过去 景象是很壮观的 这些人的动作就好像歌剂里 芭蕾舞团一样整然有聚 首先是纽西兰和澳洲的点灯人的舞台 他们点着了灯就去睡觉了 接着就是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点灯人登场 然后再退到舞台后方 换了俄罗斯和印度的点灯人上场 下一轮是非洲和欧洲的点灯人 再来就是南美洲 再来就是北美洲的点灯人 他们出场的顺序一定不会错的 场面相当之浩大 只有北极唯一的点灯人和强南极的同事 可以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 因为他们一年里面 只需要点灯两次 那就是它 对它来的 但是这些东西的点灯人 带着我们的点灯人 就像我们的点灯人